哈喽,大家好,我是立民 一个专注于分享干货的博主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开通 新加坡华侨银行Akibi 还有FS还有YS 介绍一下这些账户的用途 还有这几个账户如何配合应用 发挥它的极致作用 视频有不足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边补充 Akibi现在开通 你充值1000新币 会赠送15新币的奖励 这个是我们最容易开通的 发达国家的银行 Akibi是亚洲排名第二安全的银行 是新加坡排名第二的银行 它的排名比国内很多的银行都要高得多 开通也特别简单 只需要你有一个戴LanFC功能的手机 然后有护照就可以开通 如果你的名字不是常用名的话 就是重复率很高的名字 基本上是秒开的 那开通Akibi之后有什么用呢 可以激活YS 还有什么用呢 咱们介绍一下 YS是用护照开通 你现在通过我的链接注册的话 可以免转账手续费 大家没有加我电报群的加以下 群里边都是一些境外走资的人士 可以互相交流 电报群在视频的下方 或者是油管的主页 YS开通必须要用护照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货币兑换 它是一个多币种账户 它基本上包含了全世界 各个国家的货币 你可以在YS里边自由地兑换 还可以汇款 可以收付款 可以接收国外的外汇 可以激活Akibi跟iFast 可以入境券商平台 可以获取地址证明 YS的月解单可以当作地址证明 它是加密货币的最佳中转账户 玩过加密货币的知道 要想安全的出金 不被冻结的出金是很困难的 但是如果你有YS的话 那就可以解决动卡的问题了 你可以把AS转到Quaken这个平台 然后在Quaken上面兑换成英镑 欧元或者是美元 转到iFast iFast如果转英镑的话 是无损到达YS的 你的钱到达YS之后 可以转到盈透证券 在盈透证券里边 可以自由兑换各种法币 这样你的资金就自由了 而且超过一万美元的部分的钱 会有4.83%的一个收益 可以做到谁用谁取 年货也特别高 而且它现在开户 最多送你一千美元的股票 你在里边放一年就可以解锁 相当于是多一千美元 当然钱到YS之后还可以回国 可以转到微信 支付宝银行卡 基本上都是秒到账的 大家都知道YS 如果你没有Akibi跟iFast的话 YS的激活就比较困难 但是咱们可以用Bibis这个交易所 它的虚拟卡或者是实体卡 可以激活YS YS可以说是一个国际版的支付宝 使用特别的方便 是大家避开的境外账户之一 说完YS下面咱们说一下iFast iFast也是咱们避开的一个境外账户 为什么说它是避开的呢 它的开户门槛特别低 你用身份证就可以开通 而且它享受英国的一个保险 有8.5万英镑的一个保险 现在它有一个开户福利 你通过我的链接开户之后 入境500英镑 并且保留三个月 就可以获得15英镑的奖励 本视频所有的链接都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点进去 有对应的教程 教大家具体如何申请 它有一个英国的iFast 这就让你的英镑 从其他英国iFast账户可以自由的 无损的出入 外币的净存利息特别高 美元高达4.65% 英镑4.6 加密货币Quicken上面兑换成的英镑 可以无损的转入到iFast 同时配合wise做到无损的出入英镑 当然它也支持海外汇款 而且没有外汇的管制 不像咱们中国有外汇的管制 它的月结单也是可以当作地址证明的 咱们再说一下券商平台 现在A股大家都知道一直是不行的 很多人都想炒美股或者是港股 那么你就会开通一些券商平台 开通券商平台之后 所有的券商 国外的券商平台 都不支持中国的银行卡入金 因此 Akibi是很有必要开的一个账户 而且Akibi入金 几乎所有的新加坡券商平台 还有香港的券商平台 都是无损出入新加坡币的 你老虎证券香港 你可以把新加坡币 无损地充值到老虎证券香港 再无损地兑换成港币 提现到香港的银行卡 这个全部过程都是无损 且可逆的 如果你想开通境外的券商平台 我建议你第一个开通盈利新加坡 因为开户相对于其他是最简单的 而且它也无需存量投资者证明 你可以用盈利的结单 当作存量投资证明 去开通其他的一些券商平台 这样你就有了存量投资证明 就可以开通其他的券商平台 所以说从这里看 Alkibi也是不可或缺的境外银行账户 而且中国大陆的人 在大陆 本身可以开的境外银行卡就特别少 而且零门槛的几乎就只有Alkibi跟iFast 还有Wise了 所以这三个账户 大家必须要开通 开通的顺序我建议首先开通Alkibi 申请完Alkibi之后 同时申请iFast还有Wise Alkibi开户通过之后 你从国内购汇1000新币 然后转入Alkibi把它激活 同时拿到15新币的奖励 你再用Alkibi去激活iFast或者是Wise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同时拥有了三个境外账户 相当于是境外银行 Wise虽然不算境外银行 但是咱们这里把它当作境外银行 因为它的功能 顺质比这两个都还要强大 因为Wise是一个多币种的账户 它基本上包括了所有国家的法币的 个人银行账户 它的功能很强大 咱们再说一下资金回国 有的朋友可能有资金回国的需求 Alkibi也可以资金回国 它配含支付宝汇损大概在1.6%左右 每日限了1000新加坡币 相当于差不多6000的明币 这个额度大家一般都试用 然后它有一个实体的Visa卡 可以配合TIM取款 可以绑定Apple Pay跟Google Pay消费 还有一个可以资金回国的就是Wise Wise可以把钱转到微信支付宝银行上 这是关于这三个银行作用的简介 以及它们之间如何配合使用 视频有不足 有的功能没有介绍到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补充 没有进我电报权的 可以进一下我的电报权 电报权的链接在视频的下方 或者是我频道的主页 所有的链接都在视频的下方 图文版在博客里 这个是我的博客 我在博客里面列出来了 视频中提到了所有链接 方便大家查看 这是我的简报权 这是我的官方订阅频道 这是境外银行 这个是加密货币 EU卡交易所和实体U卡 这个是证券交易平台 如果有U卡需求的朋友们 可以注册白笔子这个交易所 它有实体的U卡 可以的TIM曲线 现在入境100U还有奖励 激活实体卡送25 这个卡是可以激活Wise的 咱前面说了 还有Coinbase卡 这个卡也可以的TIM曲线 这两个是非常靠谱的U卡 不像其他的U卡 可能没有什么知名度 也不太安全 这两个绝对推荐 有需求的大家尽量办一下 它虽然不够大额 但是一般消费是足够的 还有如果你想出金 又兑换港币的话 可以去注册火币交易所 当然你得有香港的银行卡配合 推荐者班 跟我邀请码都有奖励拿 这是注册教程 有一个券商平台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Wiwobo啊 它支持把U充值到这个证券交易所 去草美股港股 然后同时还可以支持把U兑换成美元 或者是港币 并提现到银行卡 当然有一定的要求 这里是注册教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关于我提到的都有注册教程 OQB的注册教程 我放在视频的后面 这段视频结束之后 就会进入OQB的注册教程 大家可以去观看 OQB的开户教程了 祝大家开户顺利 大家可以现在先订阅我一下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立棉 一个专注与分享干货的博主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OCBC如何开户 以及在后续使用中的一些问题 视频主要会包括八部分 第一会介绍一下 开设OCBC的好处 第二教大家如何注册OCBC 第三成功开户之后 应该如何激活 第四申请360账户并获得实体卡 在这里会教大家如何去用国内的地址收卡 第五在国内如何入金 然后资金回国的方法 我会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购汇 然后汇款到OCBC 第六介绍OCBC如何定存 第七维护OCBC的一些费用 第八如果手机更换 如何登陆OCBC App 或者是忘记PIM码如何造回 首先要介绍一下OCBC银行 让大家知道它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OCBC是一家实体银行 它的总部位于新加坡 有存款保障七万五千新加坡币 也就是三十七万多人民币 它是东南亚第二大金融服务集团 包含有很多业务 个人和公司业务 财务管理 保险和资产管理等等 它的品牌价值和全球影响 在不断地增加 顺受客户的信任 从前面的介绍中 大家也已经知道 OCBC是一个非常靠谱的银行 这也是为什么要开通OCBC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第一就是它开户特别的便利 只要你在家中 花个五六分钟时间在网上 全程自己可以操作 第二我感觉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存款利息特别高 尤其是美元 净存达到了4.67 这比国内1%2%的净存利息可要 高得多第三 它是美股投资的利息 拥有了OCBC账户 你就可以入金营透证券 富途牛牛等等 入金特别的方便 第四它可以当作地址证明 大家都知道 在其他海外的银行 或者是券商开户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地址证明 OCBC的账单就可以 第五它会给我们一个实体的银行卡 可以在全球购物 可以在网上购买各种软件 或者是充值一些平台 TagPageMoney等 第六个就是资产配置 海外账户有助于分散投资资金 即便你已经拥有了其他的账户 例如香港账户 你也应该拥有一个新加坡银行的账户 大家都知道 现在香港的趋势 懂得人自然懂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七资金回流很方便 如果你有资金想回国 那可以UOCBC来扫码支付宝 一个月可以回来16万 第八 如果你感觉我的视频有用 可以在开通的时候填写我的邀请码 这样你跟我都可以获得15新元的奖励 前提是你在开通之后 要往里边转账至少1000新加坡币 相当于人民币5500多 开始之前大家要提前准备这五样东西 第一是护照 这个是必不可扫的 第二是身份证 第三代然IFC功能的手机 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手机都支持NFC功能 开始之前 请在设置里面提前把NFC功能打开 第四手机号 现在的手机号就可以 第五电子邮箱 任意的邮箱都可以 好的 现在我转到手机上 开始给大家演示如何注册 打开App 现在我们开始申请 点击注册成为新客户 选第二个持有电子护照的外国人 点进去点下面开始申请 在这里输入我的邀请码 你跟我都可以得到15星元的开户奖励 这里就提供你具体的信息 用我们的中国号码也是可以的 填入自己的手机号 填入邮箱号 点下一个 这里要输入验证码 放在护照上面 正在扫描中 扫描成功 现在要求扫描身份证正面 准备好身份证 现在要求你自拍 眨眨眼张开嘴之类的操作 验证完成 下面提供我们的详细信息 检查一下信息对不对 它将我们身份证上的地址 自动翻译成了英语 这里你检查下对不对 身份证上的地址 就是我的邮寄地址 如果不是 用谷歌翻译一下地址 填入进来 下面让你填写信息 我们可别选自雇 自雇不容易通过 雇主雇主职业 联收入最高学历 这些信息填好后 这里我们就选择中国 就写上自己的身份证号 点下一步 这里一定写 不是 再审查一下自己的资料有没有错误 如果有错误就返回去重新填写 没有错误就马上提交 这里的推荐码 如果没有填的 大家再填一下我的这个推荐码 你跟我咱们都可以得到15新币 差不多80多人民币 点下一步 在提交之前阅读 记着这里只选这一个 电子邮件和其他电子渠道 然后选本人懂英文 提交用我的推荐码很容易描过 好了提交完毕 它这里显示您的申请正在等待审核 审核完毕之后 会向你发送邮件 当我们收到这条短信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的账户已经开通成功了 下面我们需要激活我们的账户 点开OCBCR 这个页面会变成已经通过 然后点击开始 显示已经注册账户 去设置 点下面的去设置 创建登录账号 这里真的是特别重要 用户名跟密码一定要单独保存好 一定要单独保存好 这个用户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访问代码 你一定要记住 它叫访问代码 访问代码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设置好之后 点击下面的启用正在激活中 已经激活了 你会收到短信 邮箱也会收到通知 检视设置完成 点开始就进入账户 现在给大家演示如何申请360账户 并获得360实体卡 想获得实体卡 必须要在网上操作 现在开始 点击左上方三条横线 找到申请这里 点账户 然后点360账户 然后点这里立即申请 选择XR必须要记住一点 一定要选no 你不是自顾人士 这里跟前面一样 写上身份证号 这里填写你名字的拼音 要跟护照上一模一样 然后确认信息如果无误 点下面的立即开设账户 然后卡片就申请完毕了 如何查询自己卡片邮寄的进度 同样的大家打开OCBC的App 点击左上方三条横线 然后点最下面安全邮箱 点进去右下方的加号选择 主题选择一个普通咨询 这里我给大家提前准备好了一段话 就在视频下方的链接里 大家自己去找 点发送大概过个三五个工作日 你会在搜紧张证里边 看到你的快递单号 去新加坡的邮政那里去查询 这个查询的链接我也放在了下面 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 你的银行卡大概什么时候到你手中 你说到的挂号信大概是长这样 里面放着 如何去激活你的银行卡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在App上 第二种是可以发短信 我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App上如何激活自己的银行卡 点击左上方的三条横线 银行卡服务 在这里面可以找到 激活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 你用卡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这 挂私卡不办银行卡 都在这里 关于360账户的问题已经讲解完毕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在国内如何用手机购汇 然后再汇到国外 下面我用建设银行来给大家演示 如何购汇并汇到OCBC 银行搜索结售汇 找到结售汇 你首先要用人民币购汇 点击人民币购汇 点击确定 这里让你等30秒钟 基本上所有的银行操作都是类似的 大家参考我这一个 别的也就会用了 下次再汇款的时候就简单了 可以把我这个视频先收藏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好的点下一步 我们选择新加坡元 这里显示汇率 因为激活OOCBC 1000加币以上才有奖励 所以咱们最好多汇一些 选择1300吧 确定同一并下一步 持经用途选择第一个 同一并下一步就好了 你够外汇之后 就找到境外外汇汇款 选择自己有外汇的账户 你就选择新加坡元1300 这里有一些费用 点下一步就会让你填写银行信息 去OCBC里面找到你的银行信息 按照这个一字不差的复制过去 然后发送汇款就行了 奖励到账了 赶紧申请吧 打开OCBC App之后 点击下面扫码支付 你可以扫支付宝二维码 然后每次最多可以支付1000新加坡元 一个月可以收款3万新加坡元 也就相当于人民币16万元 你也可以生成二维码 让支付宝扫你 总之你的资金想回国很方便 这是OCBC官方对支付宝付款的说明 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申请OCBC的定存 点击左上方 然后点击申请 然后点击账户 这里找到近期存款 点进去然后根据你的选择 假如你要从外币定期存款 假如你的钱本来就在360账户 选择净存资金来源 哪个账户有钱 就选择哪个账户就行 要存美元的话 有最低企存金额 5000刀企存 存好定期后 如何查看自己的定期存款账户 要等二到三个工作日之后才会显示 到时候你就点你的资产 你的净存账户就显示在这里 点进去它会显示你的本金是多少 总值的新加坡币是多少 利率是多少 存了多长时间 到期日期是多少 到期后如何处理 我存的是加拿大元 因为我手里有一些加币 也懒得换 美元净存利息要高一些 这里是美元的净存利息 OCBC首年开户没有管理费 默认开通两个账户 SAR和XAR 四年后需要达到最低存款要求 否则将扣费 下面是扣费的情况 我建议关掉最高门槛的STS账户 保留360以及USA以及XAR账户 如果账户保持六个月内没有余额 将自动关闭 现在再提醒一下 注册的时候 大家别忘了用我的邀请码 入境1000星元之后 你跟我都将获得15星元的奖励 好的 我现在拿了一个新手机 给大家演示一下 换手机之后 先以重新设置OCBC OneToken的方法 点下边这个以注册账户去登录 登录华侨银行账户中 使用短信OTP和OCBC卡密码激活 给手机发送短信 输入银行卡的密码 显示正在激活 OneToken显示已经激活 跳转至主页面 已经进入账户了 大家可以用我的推荐码申请的 通过率会高一些 谢谢大家 现在演示没有借记卡密码的情况 如何在新设备登录 点击下方 手机验证码 没有银行卡密码 然后点击我没有激活码 然后按照提示回答客服几个问题 客服会把PIN码发到你的邮箱 就可以登录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发达国家的客服都很慢 大家别着急 如果着急就去官网找客服电话 打过去花费很贵的 推荐用Skype 以后大家有啥问题可以评论问我 看到后第一时间回复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